根据111年卫生福利部死因统计资料显示 国人死于肝癌及慢性肝病 肝硬化者有11888人 其中肝癌死亡人数有7781人 是全国主要癌症死因的第二名 肝癌患者主因8成为慢性BC型肝炎感染 因此要如何预防肝癌发生 定期追踪与治疗 防止病毒危害肝脏健康 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 虽然国人过去从疫苗的施打 来预防我们VC肝的一个防治 VC肝的一些筛检 希望能够找出可以治疗的 细肝有很好的药物 那么他99%的人只要接受了治疗 都能够达到治愈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也开放了VC肝的一个筛检 那么我们也希望WHO在2030年 能够以灵性所有的感染性的一个 这个肝炎 那么我们国家更有大的 希望能够在2025提早达成 吸肝消除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也借如今天这样的记者会 呼吁符合资格的 还没有筛检的 能够尽早来筛检 因为要筛检才能够知道 你的感染的状况 那么如果要更做好预防肝癌 那么必须要再做执行超音波的一个检查 来能够确认肝脏的一个功能 肝脏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也希望 这些有肝工的异常 或者是有VC肝的人 必须要接受我们健保署的一个 肝病的一个最终管理计划 这是品质提升计划 那么能够定期的来做 这个相关的追踪跟管理 避免疾病的 肝癌的一个早期 没有办法发现得到晚期 第一个是在台湾的这个肝癌的发生 大概一年有将近一万多人发生肝癌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最近的一年里面 死于肝癌的人数是7781人 然后不只是所谓的肝癌的一个死亡 他也会造成肝病的部分死亡 也包括在慢性肝病跟肝硬化 那在这个部分 在111年十大十一里面 他虽然是排第十一 但是他也造成了4107人 所以两个家总起来 大概一年是一万一千多人 死于肝相关的疾病 所以对于民众来讲 他是一个健康的重大危险 那过去肝病也被称之为这个国病 那可以看得到 在我们的这个数据看起来 肝癌的发生率跟死亡率 都从最高点到最低点 就是已经下降了将近四成 那这边有很多的努力 包括这个新生儿的这个B肝的一个疫苗 那对于VC肝癌这个病患的一个 这个健保相关的追踪计划治疗计划 那VC型肝癌的扩大筛检 还有最近的这个所谓的 死肝口服这个药物的一个开放 那都造成这样的一个趋势的一个下降 那我们也看到在慢性肝病跟肝硬化 也是有同样的一个趋势 那这当然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努力的一个成果 那但是我想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说 肝病它仍然是我们在健康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威胁 那过去大厂讲说 这个喝酒伤肝 然后熬夜加班爆肝等等很多这样的词 不过从我们的科学数据看起来 在肝癌病人里面 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叫做这个VC肝的感染 从我们国家癌症的资料库 那其实这一篇也是卢教授所发表的论文 那在肝癌病人里面有超过八成部分 那有感染VC肝 那其他两成的部分 可能就包括酒精性的这个肝癌 那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个脂肪肝等等造成的一个因素 因此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感染VC肝 事实上是我活肝病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因素 那因此国建署这边有提出这个行动的一个呼吁 那第一个是预防 那很重要是说为什么不能脱 是因为如果一旦感染VC肝 然后变成慢性的这个所谓肝癌之后 它有可能就往下走 那往下走就会走到一个是肝硬化 那第二个是肝癌 因此如果没有做适当的一个这个治疗 那就会这个导致后续的一个肝硬化跟肝癌的一个产生 民众多家善用政府提供的BC型肝癌筛检 如筛检异常应尽早就医 进一步接受检查追踪及治疗 健保已有给付BC肝追踪及治疗相关费用 且治疗效果良好 我们就把所有的肝癌加在一起 那我们大概所有肝癌病人 这个叫做median survival就是存活中位数 那存活中位数的意思就是说 到这边有一半的人活这么久 那这个大概在2011年的话 肝癌的存活中位数是2.3年 那2019年是3.4年 那你问我为什么后面不要再算下去 因为还没有一半的人死亡 所以没有办法再算 那目前为止在这个8年之间 我们的median survival就是存活中位数 增加了1.1年 那最主要是什么呢 一个是早期诊断 一个叫做适当治疗 那什么叫做早期诊断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 那各位可能不了解我们肝癌的分歧 肝癌分歧我们一般用所谓的BCLC 也就是巴塞隆纳分歧 那可以分成早期、中期、晚期 还有末期这样 那这个分歧跟各位以前听到的AJCC分歧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肝癌很多人都肝硬化 那肝硬化了以后就不能治疗 所以我们的分歧除了考虑肿瘤的轻患大小以外 也考虑了肝脏的这个状态 还有生理的状况 那我们分成你ADCD期 页前面的就是极早期 那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先看这个五年存活率 五年存活率如果诊断的时候是极早期的话 五年存活率是71 然后这个A期的话 这两个叫做早期跟极早期59% 可是如果你比较诊断的级别比较慢的时候 他的存活就没有这么好 那我们来看看median survival就是存活中位数 那A期可以到9.4年0期可以到9.4年A期可以到6.6年 那甚至我们还可以算10年存活率 所以早期诊断有早期诊断的好处 那我们来看台湾的肝癌有多少人被早期诊断 那答案是45% 那0期跟A期这几年有稍微增加 那到了44.5% 就是大概到2021年的时候 大概有44.5%的人是被早期诊断 那当然我们还有33 就三分之一是在晚期或末期 国健署提供45至79岁民众 终生一次免费BC型肝炎筛件 检查结果若确定感染 应遵循医师建议进一步检查 以确认是否需要后续治疗 要追踪 早治疗 花经过健康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都给馦или CONFLeron络 雕医名、宝规判 各部分外付都有 也需提供 rise